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题 习近平越发大胆开始扮演世界领袖角色 中共大兴调查研究 李强李希等最高层火速出征 中央港澳办露党鼓 扯下国务院面皮横空杀出 宏都拉斯奔向中国 台湾召回大使抗议 胡润富豪榜 164中国人落榜 钟闪闪蝉联中国首富 中纪委一天宣布6名央企高层被查 5人出自能源企业 中国高职院校招生连续4年超越大学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习近平越发大胆开始扮演世界领袖角色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随着习近平开始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 中国在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上 表现得越发大胆 长期以来采用的韬光养晦策略发生转变 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说 习近平开始扮演世界大国领袖的角色 中国现在以世界大国自居 并已开始扮演这一角色 长期以来对于远离本国领土的冲突 中国一直不愿介入 但随着习近平开始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 北京方面正在展现一种新的魄力 以吸引志同道合的国家站在自己一边 并在全球事务中拥有更大发言权为目标定位中国 中国走出三年动态清零防疫政策造成的与世隔绝局面 遭遇西方世界对中国更不友好的态度 中国发出信号 认为自身已具备军事和经济实力 可以开始塑造一个更符合其利益的世界 本月早些时候 在中国的斡旋之下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同意恢复外交关系 令世界震惊 这是中国介入中东动荡冲突的一次大胆尝试 现在习近平表示 他希望在结束俄乌战争的努力中发挥作用 他刚刚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进行了数天气氛融洽的会晤 并计划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进行俄乌战争开始以来的首次对话 据《华尔街日报》称 这些举措可能不会带来持久的外交突破 而且正如本周在莫斯科再次凸显的那样 中国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 被认为倾向于俄罗斯 这削弱了在基辅支持者看来 习近平作为一个中立调解人的可信度 周三早间 当习近平准备离开莫斯科时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了新一波导弹 和武装无人机攻势 基辅地区的一所学校宿舍里 有四人丧生 但是中国以如此高调的方式 介入这些冲突的意愿标志着 中国对自身及其全球角色的看法 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这传递出了一个信息 中国及其友邦不再非得顺从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 这也对华盛顿构成一个挑战 美国正试图塑造美国所认为的分化为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的世界格局 中国长期以来奉行韬光养晦的策略 同时逐渐增强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 随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扩展到全球 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东南亚 开展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 这一策略开始发生转变 中国必须保护在全球各地 数以千亿计美元的投资和人数持续增加的侨民 此外 中国对海外的战略资源也有强烈的需求 除了介入俄乌冲突以及沙特与伊朗的纷争 过去几周 习近平还提出了拓展其对世界的愿景的三项新倡议 分别是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 这三项倡议虽然缺乏具体内容 但其广泛的理念寻求将中国定位为这样一个国家 那些警惕于美国霸权的国家和地区 可以与中国做生意 可以向中国寻求安全保证 可以从中国这里获得尊重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中共大兴调查研究 李强李希等最高层火速出征 据香港01报道 中共最近大兴调查研究 习近平等都在高层会议上做出相关要求 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又印发了 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指出 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 作为在全党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 方案要求党员干部要突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 促进广大党员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 使调查研究工作同中心工作和决策需要紧密结合起来 更好为科学决策服务 上述要求做出之后 地方已经有不少省市领导开始走进基层 不久前新上任的总理李强 中纪委书记李希等于近日也纷纷走下基层 到各省市做调查研究 落地践行这一要求 官媒消息显示 李强在21-22号到湖南调研 并主持召开先进制造业发展座谈会 调研内容都是当前最要紧 也是政府系统当前最关注的经济议题 在株洲 李强考察了中车株洲电力机车 株洲硬质合金 湖南山河科技等企业 深入企业的车间和实验室 详细询问企业情况 他要求企业要大力培养 吸引和用好优秀科技人才 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 打造更多有话语权的产品和技术 以产品创新引领和拓展市场需求 在长沙 李强考察了长沙比亚迪汽车 中国铁剑重工 蓝丝科技等企业 希望企业能下功夫拉长长板 补齐短板 在优势领域巩固领先地位 在更多新领域新赛道实现领跑 构建一批新的增长引擎 在湖北 李强调研了武汉市东湖新城社区 鄂州市鄂城区洞山村 湖北省纪委监委省委巡视办 鄂州市华融区纪委监委 以及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大学等等 李强在调研中关注的三个重点 都与其负责的纪检监察工作密不可分 这三项重点 第一是乡村振兴领域的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 第二是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 第三是国有企业党分廉政建设 和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 李希在调研时还表示要加强 对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中管高校 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指导 全面推进垂直管理单位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提高派驻监督全覆盖质量 同时要深化地方派驻机构改革 推进省市县三级派驻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等工作 扩大省纪委监委向省管高校和国有企业派驻 纪检监察组织点 这意味着上述领域将成为 李希任内中共纪检监察的重点工作之一 中央港澳办露出党骨 扯下国务院面皮横空杀出 据星岛日报报道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正在组建 作为中共中央办事机构 但仍保留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牌子 知名KOL近海猴解读 保留国务院港澳办的牌子 是依法管制香港的体现 可以一体两用 一面对全国中国及中央驻港机构 中央港澳办是第一名称 二面对特区及特区政府 香港社会国务院港澳办是第一名称 如果是几年前 这一解读应该是虽不重也不远 但进入党领导一切的新时代 是否如此则有待上去 事实上港澳办之所以证明 正是要展现党中央对港澳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央港澳办既然横空杀出 就不会再邮报皮把办遮面了 中央港澳办与国务院港澳办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与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中台办 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台办一曲同工 过去除了与台湾政党往来时使用中央台办 其余场合大多使用国台办 因此有国台办是皮 中台办是谷之说 但这已经是旧黄历 23日宋涛以中共中央台办 国务院台办主任的身份 在北京分别会见了台尼集团董事长张安平 和台湾商业总会大陆经贸交流团 宋涛上任之后 不论是会见佛光山寺住持新宝 妈祖宫庙代表等台湾民间人士 还是新加坡外长维文 也是以中共中央台办 国务院台办主任的身份 中台办在前 国台办在后 打开中台办官网 宋涛的前任刘洁一公开亮相 已是如此使用头衔 有理由相信中央港澳办组建完成 就会堂堂正正登场 面对特区及特区政府 香港社会也将是第一名称 红都拉斯奔向中国 台湾召回大使抗议 据法广报道 台湾今天宣布召回住红都拉斯大使 以抗议红都拉斯外交部长访问中国 台湾这一声明 是在红都拉斯外交部长 爱德华多恩里克雷纳访问中国 讨论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之后 作出的 此前3月14号 红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宣布 红都拉斯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关系 美国试图劝阻红都拉斯 弃台奔中无国 台湾外交部今天抗议称 红都拉斯无视与台湾之间 80多年的外交关系与友谊 派遣该国外交部长前往中国 这严重伤害了台湾政府和人民的感情 台湾称已经决定立即召回我们驻 红都拉斯的大使 以表达我们的深切不满 这一声明是在红都拉斯外交部长 爱德华多恩里克雷纳访问中国 讨论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之后 法新社说如果红都拉斯正式与台湾断绝关系 那么在近年来失去几个拉丁美洲盟友之后 台北将只剩下13个与台湾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 三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红都拉斯政府和外交官员 告诉法新社 红都拉斯外长与卡斯特罗总统的女儿 副手西奥马拉塞拉亚一起去了中国 总统府部长鲁道夫告诉当地日报 部长是根据卡斯特罗总统的指示去中国的 他还透露说 红都拉斯代表团将由中国外交部长秦刚接待 中国外交部没有证实这次访问 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 中国准备好与红都拉斯建立外交联系 据法新社说 3月14号红都拉斯总统宣布 该国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关系 这一决定立即受到北京的欢迎 但却威胁到台湾与红都拉斯的关系 自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以来 中美洲一直是北京和台北的外交竞争舞台 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巴拿马、多米尼加共和国 和哥斯达利加近年来都与台湾决裂 转于北京建交 自2016年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以来 北京和台北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 蔡英文来自一个传统上赞成台湾正式宣布独立的政党 自那时起 北京已经挖走了8个原与台湾建交的国家 这些国家改为与中国建交 该消息没有提到 红都拉斯外交部长访华是否当即与中国签订建交协议 而台湾宣布召回红都拉斯大使 是否意味着与红都拉斯准备断交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胡润富豪榜164中国人落榜 钟闪闪蝉联中国首富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胡润研究院周四23号发布最新胡润全球富豪榜 虽然去年减少164人 中国仍以969位10亿美金企业家领跑全球 农夫山泉董事长钟闪闪蝉联中国首富 根据胡润研究院在官网的新闻稿 过去一年全球平均每周减少5位10亿美金企业家 其中3位在中国 全球10亿美金企业家人数比去年少了269位 是逆年来减少人数最多的一次 达到3,112位 中国虽然少了164位 仍以969位10亿美金企业家领跑全球 美国第二有691位 比去年减少25位 中国和美国拥有全球53%的10亿美金企业家 印度以187人排名第三 比去年少了28人 德国取代英国以144人排名第四 去年有445人落选胡润全球富豪榜 是历年来落榜人数最多的一次 中国多达229人占51% 其次是美国44人第三是印度40人 去年有176张新面孔入榜 中国最多达69位占4成 其次是美国26位第三是印度16位 中国富豪方面 69岁的农夫山泉董事长钟闪闪 身家跌4%至4650亿元 蝉联中国首富 全球排名保持第15位 腾讯主席马化腾 身家下降了25%至2600亿 位列中国第三 全球排名第31位 相较去年下降了三位 第三位的维自杰跳动创办人张一鸣 其身家跌31%至2500亿元 全球排名34位 此外报告指 马云财富下降32%至1700亿元 位列中国第九 比去年下降了四位 全球排名第52位 比去年下降了18位 马云财富减少 主要是因为上市公司阿里巴巴的市值 及独角兽公司蚂蚁集团的估值 在过去一年均有所下降 目前阿里巴巴市值1.6万亿元 过去一年马云多在海外 榜单显示中国富豪前十分别是中闪闪 马化腾 张一鸣 曾玉群 黄征 李嘉诚家族并列第五 丁磊 何享健家族并列第七 马云家族秦英 林前英夫妇 李肇基秦英 林前英夫妇 李肇基并列第十 中纪委一天之内宣布六名央企高层被查 五人出自能源企业 能源反腐继续 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天23号发布消息 六名中央企业高层被调查 其中五名来自能源央企 并集中在电力与电网系统 这六名被调查的人员当中 职位最高的是国家电力投资集团 元党组书记副总经理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党委副书记夏忠 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监察调查 夏忠出生于1962年8月 现年60岁博士研究生学历 教授及高级工程师 履历显示夏忠历任中国水电四局局长 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董事长党组书记 前中国电力投资集团 中电投集团 西北公司总经理 党组书记 中电投集团基建总工程师 同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还通报了另外五名被查的央企高层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显示 国家能源集团 科环集团国能朗新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前党委书记 董事长徐志青已主动投案 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中国大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前副总经理张志刚 大唐北京大唐燃料有限公司 前总经理盛晓明 中国国家电网公司特高压事业部计划处副处长 曲辉 国际集团 恒天集团 恒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前总经理孙小冬等四人 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均在接受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相关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中国高职院校招生连续四年超越大学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中国教育部今天表示 高等职业院校 含职业本科学校1521所 2022年招生546.61万人 普通本科招生467.94万人 高等职业招生连续四年超过普通本科招生规模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师傅司长林宇表示 高中阶段全国目前有中等职业学校9752所 2022年招生650.69万人 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的40.71% 再校生1784.61万人 占高中阶段教育的39.67% 林宇强调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 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他还表示 要坚持拓宽职业学校学生发展通道 通过中高职贯通中高本衔接 完善教职高考等 为有意愿构条件的学生提供多种就业升学发展路径 他指出 去年全国已有超过一半的中职毕业生 升入高职和本科继续学习 同样高职毕业生在保持高就业率的同时 现在每年也有接近五分之一的学生 实现升学深造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点击节目内容剪辑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 明镜新闻台 同样剪辑里的PayPal链接